大家好我是旭哥窩可岸 歡迎收看旭哥玩3C 那這個是神魔三國志第11集攻略 那今天教大家怎麼把五星升級成六星 那首先先講一下我的小號這個台北郭富城 那就是有抽到這個 神真機啊 我也是就是 慕名就抽到了 那記得訂閱旭哥窩可岸頻道 看旭哥抽轉蛋啊攻略還有冒險啊 這個在神魔三國志這個世界裡面 神真機這個角色有沒有他其實他可以補 然後又可以buff 然後法術的傷害呢他可以就是造成破甲的 就是特殊的攻擊 而且可以對前中牌就是算是範圍技這樣還不錯 所以可以 可以攻擊呢然後又可以有補血這樣 然後還可以有buff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角色啦 之後假如就是這個小號就是有慢慢培養的話可能會練一下這隻神真機 好那這個小號只是玩好玩啊 像融合天堂可以懂融合就是一些新角色的五星升到六星 順便抽一下轉蛋 小號 看一下這個小號抽到什麼 有時候都很好奇小號會抽到什麼 啊有諸葛格啊 一個四星 啊這又抽到黃月鷹 啊這黃月鷹是 到處都是黃月鷹啊 好都是雜魚啊 好啦那我切回本帳了 都沒抽到什麼好東西 切回本帳了 教大家怎麼就是做 那個五星升級六星現在進入到正體了 剛才是先給大家看一下我那個小號 蠻有趣的抽到了神真機 神真機的圖面還不錯啦 好吧那這個是我的本帳 然後呢像我的這個趙雲還有這個周瑜這兩隻 他都可以升級到六星的 像這邊有個升星嘛就點下去之後 然後這邊有個五星武將 你就可以選三隻你不要的五星武將 比如說我不要這三隻 我點選擇 按升星 他就會升成六星了 他就是一百等的周瑜 所以我的周瑜就升到六星了 接下來我就可以把他培養上去 喔他這個需要很多那個 升星 好那先來養一下趙雲好了 趙雲也可以升星 升上去 喔這個要選三隻喔三隻不要的 不要的有點尷尬要選誰啊 有關羽好了關羽聽出來不錯 所以就就這三隻好了 啊就這三隻了 他就升到趙雲也升上去了 他六星了 那接下來 看要先養趙雲還是先養周瑜呢 我要想一下 兩個都養好了 先養趙雲好了 先把他彈養起來 先把他養上去了 那這個可以升到145等 那這個可以升到145等 就是你原本上限是100等嘛 現在可以升到145等 那這個就練不上去了 就沒辦法練了 好吧就先這樣 所以我的戰意就狂飆了 因為就是把他升成六星的關係 還可以順便解一下成就 這樣 然後像在那個 就是 這邊呢他就是會有那個傳說 那傳說就是你可以拿到300個元寶 但是傳說一定要有一個六星武將 所以就勢必要派一個六星武將 所以這是我有周瑜啊有趙雲的話就可以 像之前沒有傳說的話 就沒辦法就是 解這個任務 紅色的這個傳說的任務 那一般解這個絞匪的話 都是解至少要傳說 或是說傳說像 優秀 這個還可以啦 紫色的還可以勉強可以解一下 其實我有時候紫色也不是很想解 就是你盡量就是找那個 稀有以上 像這個就可以解 刷新 就是找紫色以上 把這解一下 稀有這個可以解一下 最好是史詩啦史詩當然最好只是史詩好像不好出 月光龍魂 解一下 感覺不是很缺 這個這個不錯 這個算是蠻不錯的 這個 高級招募令 哇史詩出來這個史詩也是不錯的 雖然沒有傳說那麼好但是史詩也是要解一下 史詩你可以拿到現在可以拿到200個 然後傳說也可以拿到300個 就這個絞匪 先剛好給大家看一下怎麼用絞匪 好 這就是絞匪的一些 實際上的操作的攻略 他蓄貴就是比較 有想到就是看到一些不錯的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就是不會嘗試的我看到一些比如說像是那個 一些 什麼馬或是什麼的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就是禮拼馬或是什麼的 好 那這個又可以升了 像小紅球的話看到就點一下這樣 這可以升技能 好 那接下來就是 也合成六星了嘛 那接下來看一下武將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強化的 他這邊還有一個多個兵法可以用 就是他生成這個六星之後他就可以用兵法 嗯 降星石真的很缺 他還是在需要四個武將可以升成那個 七星 大手筆 好吧 先升他六星就好了 解了蠻多任務的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小紅球就點一下 解任務啊解任務 看他只解不到100個任務 蠻難的 然後像最近的活動有個換換那個 預期的有沒有 限時兌換 這個也是有奇效限制 像現在只剩一個小時 20分鐘就是這之後就拿不到了 阿記得就是把像是高級招牧令什麼換一換 我是先換高級招牧令 招顯令的話 最後再換吧招顯令有時候會拿到一些蠻爛的東西 像拿到碎片啊或什麼 不一定拿到好東西 他比我想像中還要爛 我之前早期我都會買但是 都拿到碎片 而且他會換到四星的碎片 蠻慘的 就是比想像中爛 這樣 然後在攻防這邊呢 順便也講一下這個好了 在攻防這邊你可以做那個 龍魂的合成 那你就可以選你不要的龍魂啦 就把他放進去 比如說我就選 用一鍵添加更快 一鍵添加這邊 那你可以就是嘗試就是也不用全部 你可以用 四個 他是每一個是有20% 以上 反正就是他有機率這樣 那你用五個是百分之百 就會成功 不要賭的話就是用這個 然後他就會有提供個技能給你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技能 這是龍魂的合成 裝備的合成之前有講過 像神兵又可以升級 現在戰力就提升了很多 去雷台可不可以欺負一下人 就可以去雷台 我竟然打出個9萬 他是怎麼回事 他有一個 趙子龍是那個 後面的雷台好像都比較難打 今天把 今天就是把這個五星 成他六星 雷台剛剛吐齊了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我大家都是擺趙雲 他都愛用趙雲 看一下大家都用什麼對 都是趙雲 大家看吼 挑戰看看 好吧 那今天的攻略就錄到這邊好了 就是 旭哥晚山西的神魔三國志 今天把五星升到六星 然後順便呢就是抽一下轉蛋 然後還有就是 做一些龍魂的合成 就是有看到什麼 還有就是剿匪 剿匪的攻略 剿匪就是記得去刷新刷到有紫色的這個 像有紫色或是史詩 稀有或是極品都是很不錯 像稀有就是有這個高級招募力 當然史詩或傳說當然是更好的 好吧那今天攻略就到這邊 那記得訂閱旭哥沃卡頻道 看旭哥玩神魔三國志 那這集攻略就在這邊我們下次見